为了和外面的小野兽浪迹天涯 她整容到连亲妈都不认识 时隔几年她被男人抛弃 想要回家却发现母亲的身边已经有了一个女儿 并且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丽莎虽然知道冒牌货就是与自己互换的丽亚 可她没有想到母亲竟然这么维护那个冒牌货 母亲的冷漠让丽莎害怕不已 她真的要被这个世界遗忘了吗 她不甘心啊 而不久后是迈克与丽亚的婚礼 她不会让二人顺利结婚的 于是又一次出席混进二人的身边 对于这个脚屎棍的突然出现 丽亚有些吃惊 却也表示不欢迎她 还质问她是如何混进来的 毕竟你已经失去所有的权利 还想着继续被扔出去吗 不想丽莎没有生气 反而祝福丽亚 恭喜你终于可以代替我与迈克结婚了 可就算你如愿嫁给迈克 并且蒙混了我的父母 可你却要明白 你到死都是个冒牌活 你爱迈克 可你不知道迈克爱的是丽莎而不是你 你每天内心所受的煎熬 在往后的日子会一直缠着你 我不开心你也不会幸福的 记住是我的东西你都要慢慢还给我的 就在此时门外响起迈克的声音 丽莎焦急地离开了 却留下一脸无助的丽亚 因为女人说的句句属实 她一直都活在别人的影子下 名不正言不顺地欺骗自己 就连与迈克拍婚纱照 都变得不那么自信 并且一直在拒绝男人的触碰 而为他们拍照的近视马末 这是她的业余爱好 在拍摄过程中 男人一眼就看出丽莎不开心 甚至在刻意远离迈克 似乎在害怕什么 可她还是找到二人 称这样的相片是没有感情的 希望二人好好配合一下 随着迈克去了卫生间 马诺一直盯着女人 甚至开始与她搭话 可丽亚却恍惚不已 自己不是丽莎而是丽亚 如今竟然顶着丽莎的身份要嫁给迈克 往后余生她又该如何面对 虽然她内心矛盾 可面对迈克她依然无法抗拒 她听了马诺的意见 准备好好拍摄 她的心理让她害怕失去迈克 可回家的丽亚却看见小凯一直在等待自己 原来男人是来告别的 她说既然失去的感情无法挽回 那她就真诚地祝福丽亚与迈克幸福 或许他们这一辈子不会再见了 她会回到二人曾经住过的村子孤独中了 随着一句保重 丽亚突然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男人亦是如此 或许是缅怀过往的曾经 而另一边婆婆带着两个孩子来上城玩耍 丽莎好像约好了一半 与三人碰面了 一路上她故意隐忍自己的暴脾气 选择陪俩个孩子玩游戏 可很明显孩子们不喜欢她 为了自己的妈妈赶快回家 故意左右开工撕扯丽莎 她像急了一个玩具 可傍晚来临 她依旧厚着脸追随到了迈克的家里 因为得到了婆婆的默许 她决定等迈克出现与她好好谈一谈 可迈克很是厌恶 她说她有很重要的事情去办 让女人没事就抓紧离开 可她却一直追出去纠缠男人 屋里的聪明孩子明白爸爸想要去找妈妈 于是决定助爸爸一臂之力 他们以玩游戏为由 强制将丽莎扯开 并在进门前又甩开她的手 导致她摔倒在地 看着迈克离开 丽莎内心无语至极 可为了将戏作祖 又不能发脾气 而此时的丽娅正在忏悔自己的罪务 她觉着自己的内心已经不干净了 开始贪婪变得不纯洁 她思念去世的父母 如果他们活着 肯定会给自己指出一个方向吧 她不受控制地翻看母亲的遗物 还有全家福 终于看到母亲给她留下的信 信是在母亲去世之前就留下的 至今无法开启 她竟然在今天才发现 如果不是马诺及时出手 丽娅的漂亮脸蛋就被硫酸腐蚀了 由此可见丽莎的心有多恶毒 因为丽娅阻碍了她的发财路 她就想要毁掉她 原来丽娅与迈克拍照当天 丽莎再次找到并威胁她 就算你嫁给迈克 可头衔依旧是丽莎的名字 甚至到死都是别人的替身 简短的话语直击丽娅的心底 却也逼她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她决定努力一把做回自己 第一步就是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名字 看着曾经的全家福 她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 她真的不想活在过去的阴影里 她想要彻底走出来 可她的自言自语都被迈克听见 而由于男人的突然打断 丽娅不得不将母亲留下的遗书藏起来 却也导致她无法及时知道真相 迈克觉着妻子突然心情不好 还一直流眼泪 又听到她自言自语的话语 顿时觉着妻子无法放下过往 更无法面对曾经坏事做尽的自己 还有被无辜撞死的路人 于是为了帮妻子走出阴霾 她决定帮她改名唤醒 丽娅当时惊呆了 因为她不明白她这么做的原因 直到与父母商议后 丽娅这才明白迈克的良苦用心 妻子即将光明正大地嫁给自己 她想要给她世界上所有的美好 为了让她忘掉过去重新开始生活 她让妻子提出想要的名字 又或者可以在新的名字上 惯上附加的姓氏 丽娅痛哭流涕 她感谢迈克为她所做的一切 只要丽娅作为本名与迈克结婚 那就代表她不再是冒牌或立法 而是迈克真正的合法妻子艾丽娅 具有可以分割财产的合法权益 她没有想到亲生父母去世以后 还有这么多人疼爱她 而在事情办妥后 迈克回到家里将这件事告诉了她母亲 可母亲又开始损毁而息 以为换了名字 别人就可以忘掉她所做的恶事吗 换了名字又不是重新投胎 是不是想着回来继续霍霍这个家 迈克无语至极 严厉告诉母亲不要再诋毁自己的妻子 可二人的谈话都被心机保姆听到 扭头就将这一消息通知了丽莎 女人就差原地去世了 那个冒牌货竟是改回了属于自己的名字 那不就代表她与迈克在一起名正言顺了 那她如何瓜分迈克的家产 丽娅想要彻底断了她的路啊 她想让阿豪帮她 可男人却将她关进了房间 不想她又偷偷跑了出来 因为今天是感恩节 迈克为了庆祝妻子开启新生活 特地邀请了贵客共同祈福 里面就有马诺 可所有人都没有发现杀力掩面的丽莎 她就那么混了进去 祈福过程中 丽莎发现马诺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冒牌货 看来她认错了人 难道这个男人心里依旧有自己吗 绝对不可能 要知道她曾经抛弃过自己 可看着男人的眼神 她却更恨丽娅 她恨不得杀了她 于是她在离开之际 偷摸拿出早已藏好的硫酸 向丽娅泼了过去 却突然被马诺阻碍 她无法逃脱男人 于是交集给阿豪拨去电话 让她找几个人帮帮她 阿豪有些无语 却听到男人是害丽莎毁了容的那个 她当时就不淡定了 她想要给丽莎报仇 更为自己 她觉着如果不是马诺害丽莎毁人 说不定他们的孩子都满地跑了 而另一边的麦克已经报警 事发突然 她一时没反应过来 准备将妻儿安顿好后 再去与马诺会合 可此时马诺不太好 她被阿豪带来的几个手下连续围殴 甚至被绑了起来 丽莎趾高气昂的出现 开始对着她上下起手 她让男人好好看看她的脸 能不能认出她是谁 马诺一脸懵逼 她压根就没见过她 可更让她反应不过来的 竟是她接下来的话 女人说她是丽莎 那个被她抛弃的女人 马诺不可置信 为了报复男人毁了自己 她对着她的脸左右开弓 并一直嚷嚷着说是马诺毁了她 她一定要让她生不如死 因为寡不敌众她被打了很久 打得很惨 可她一直拒绝承认 面前的女人就是丽莎 因为她的丽莎不是这么心狠手辣 心里也只有自己 可想而知丽莎同样欺骗了马诺 当初丽莎与马诺在一起的时候 并没有告诉她住在迈克的家里 还有与丽莎互换的事情 男人一概不知 眼瞅着她要隐恨西北 迈克终于姗姗来迟 担心暴露的丽莎 交集与阿豪离开 只留下一群沙雕与二人战斗 不得不说二人身材颜值都不错 下手也是很快准 歹徒被成功击退 迈克询问马诺有没有看到凶手的脸 可男人却说是一张陌生脸 他们跑得太快了 而丽莎也同样询问迈克究竟是谁要害她 迈克告诉她是一男一女 具体什么样子是谁现在还不清楚 可心细的丽莎隐约觉着是丽莎与阿豪 因为除了二人 她没有得罪任何人 可她表面并未在迈克面前提及此事 而是贝蒂里来到迈克给丽莎置办的房子里 她要将丽莎担出去 丽莎一回家 就看见了自己的行李已经被打包扔在笼下 这是我丈夫可怜你给你置办的房子 可如今我是她的妻子 同样有权利处置她 所以我建议你立刻马上搬离 可丽莎说她不会离开 因为一切本就是属于自己 丽莎才是那个窃贼 是她夺走了属于自己的一切 我很早就说过不是我夺走 而是你不要我捡过来的 说着塞给了她一张支票 可丽莎直接将她给撕了个吸碎 意思很明显她不会放手 丽莎很是愤怒 她出手捏着她的脸 我已不是当初的我 如果你在打迈克和孩子的主意 我会学习你的心狠手了 在将丽莎气到原地崩溃后 她扭头又去了马诺的家里 受伤的男人看着自己的女神突然出现 瞬间坐了起来 这可是她第一次私下找自己 可丽莎却说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她 那就是她不是真正的丽莎 而是来自大山里的丽莎 当初丽莎去我工作的地方找我 她说她患了某种疾病急需治疗 可她的丈夫也就是迈克 以及她的家人不允许她去医治 她求我帮帮她 去代替她生活一段时间 我信了她的鬼话选择帮她 却不想她欺骗了我 她骗了所有人 连你都在她的谎言名单里 你只是她其中的一个男人而已 而就当我代替丽莎生活时 我不小心爱上了迈克 可某天丽莎突然出现却是换了一张脸 可她的心却更加恶毒 她为了窃取迈克的家产 她次次逼迫我离开 我不同意她就开始接近迈克以及她的家人 甚至有了泼硫酸事件 我知道你很喜欢丽莎 可她现在已经有了阿豪 那个男人是她的初恋 至今为止一直都在暗中帮她 你被骗了 而我如今又不能离开 却也不敢告诉迈克真相 我害怕失去她 我知道我骗人是错的 可我控制不了 丽莎的一番话让马诺一时间很难消化 她甚至眼底出现泪水 相当于前女友的恶毒 她更喜欢现在的丽莎 她觉着他们同病相怜 她可怜丽莎尴尬的处境 她说自己就是那个与丽莎一同坠机的男人 如果她当初不约她去国外游玩 丽莎就不会因出事故而毁容 如果她一切正常 或许丽莎早已回归原位 男人觉着是自己间接害了她 她郑重地向她道歉 她说她会动用一切力量帮助她 让她与迈克的婚礼顺利进行 丽莎心里一门 她原本以为男人会站在丽莎那边 而随着丽莎的离开 马诺打起了电话 而这边的阿豪准备逃离自己所住的房子 她担心被马诺报复 可马诺要比她更快 下次你打人前先调查一下对方的鄙夕 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可随后她故意想与阿豪单挑鄙视一下 并故意放走了她 她就是要靠着阿豪找到丽莎的藏身之地 果不其然意识到危险的阿豪交际赶往了住处 她让她抓紧离开 可还未等二人反应 马诺已经在门口等待 丽莎又一次准备演戏 都是你毁了我 你如今又想做什么 难道不应该补偿我吗 马诺直接揭穿她的真面目 明明是你戏耍我在先 不用你说我也已经知道一切真相 还有站在你旁边的小趴 也被你骗了吧 你以为这女人真的爱你吗 几句简短的话瞬间让阿豪抬不起头 可因为他爱她 所以从来没有离开 马诺很快又放下狠话 他要从今天开始给二人关禁闭 直到迈克与丽莎的婚礼顺利结束 随即命运将他们绑走 自此二人被24小时监视 门外的人更是轮流值班 而迈克对妻子的爱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他竟然瞒着她偷偷给买了鲜花 只为伯她一笑 意料之中丽莎很开心 可眼下她最希望得到婆婆的认可 这边小姑子已经怀孕 婆婆一直叮嘱自己的女儿好好照顾自己 可扭头看见儿子儿媳立马便利 丽莎求她与自己谈一谈 只要一小会儿时间就好了 爱于儿子的面子 婆婆只能答应 她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 直接跪在婆婆脚底下 她自己错了错得很离谱 婆婆我不会再惹您不开心 迈克爱我 我更爱她 只求您可以在婚礼当天出席 算我求您了 而婆婆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看着卑微的儿媳心里 终于闪过一丝不忍心 可她嘴上却说是拒绝的 不能因为你的一句话 我就答应你 指不定你又在演戏呢 丽莎无奈流下泪水 在我的心里 你已经是我的妈妈 没有与我的母亲差在哪里 迈克是您的儿子 我是您的儿媳啊 我们不应该是仇人 而是亲人不是吗 眼瞅着婆婆就要被感动 小姑子突然出现 已经怀孕的她依旧不安分 再次出现故意挑事 她让母亲不要相信鳄鱼的眼泪 坏人是永远不会变好的 直接出手拉走了母亲 顺利打断了丽莎的计划 而此时被关的丽莎再次作妖 一直嚷嚷着自己肚子疼得厉害 阿豪也很是配合 呼喊救命将门外的看护喊了进来 要人命的事情不能耽搁 他们需要去医院 男人不愿意万一跑了怎么办 可看护很明显不吃这一套 阿豪与男人扭打了起来 并趁机偷了她的手机 此时另一人给丽莎端了一杯热水 没有发现一场二人就离开了 看着手机丽莎高兴极了 当即给迈克家里的保姆拨去电话 目前为止保姆是唯一可以帮助她的人 可女人告诉她一个惊人的消息 就在刚刚丽莎为了博德婆婆的认可 静跪下求她 她明白婆婆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出意外很快就会被丽莎给感化了 而娘家准备为丽莎举办盛大的游行婚礼 会一直延续到迈克的家里 所有的一切都会以崭新的一面出现 丽莎崩溃了 那可是她的爸爸妈妈 凭什么对别人那么好 要知道自己当初进入迈克的家里 就是简单的说了几句话 甚至没有陪嫁 没有婚书 就那么独自一人前往 如今那个冒牌货她凭什么 爸妈真的好偏心 真的太不公平了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丽莎应得的 就因为她的善良 她对待丽莎的父母远比她本人强 阿豪听着她的叨叨 不知道为什么瞬间很烦 她让她闭嘴 她的脑子都要炸了 因为她真的想不到什么办法了 而且她觉着丽莎有今天都是咎由自取 可不甘心的女人又怎会放弃 因为无法阻止二人的婚礼 丽莎想要谋杀丽莎 而就在白天 本是迈克与丽莎婚礼的第一个环节 在马诺的帮助下一切都很顺利 可出逃在外的丽莎依旧不死心 她竟将自己与马诺老早以前的相片复制到了优盘 试图通过保姆传递给小姑子 让她去诋毁丽莎与马诺有私情 然后借机扰乱迈克的婚礼 原本小姑子已经开始行动 不想中途杀出一个屎半子的 那就是小姑子的丈夫 男人经过三寸不烂之蛇 终于让妻子将优盘锁进了保险柜 可保姆火速将这一消息告知了丽莎 她说计划有变 你与马诺的合照无法公布了 她会尽力想其他办法 而保姆与丽莎诉说的一切 都被马诺给听了进去 果不其然这妖女又跑了 可自己的相片为什么会在迈克妹妹的手里 他们想要做什么 她不由开始担心 毕竟自己承诺要好好守护二人的婚礼 而此事婚礼第二环节正在进行 迈克的妹妹目前为止没有异常 而这个环节是认识对方父母败别亲生的 寓意他们即将脱离家长展开新的生活 仿佛尖丽莎看见了去世的母亲 她笑得很开心 依旧是一脸疼爱她 母亲说她会一直祝福她 一直在某一处看着她幸福 一生丽莎打断了她的思念 是丽莎的母亲 可在丽莎心里自己就是她的孩子 迈克也归在二老的面前承诺会照顾好丽莎 看着迈克与丽莎的甜蜜笑容 马诺从心底里祝福二人 婚礼第二个环节结束 丽莎即将追随父母回娘家 因为第二天才是婚礼的重要环节 婆婆在结束后一脸疲倦 她说她今天真的很累 可还未喘口气 她那不省事的女儿又来了 妈妈你知道吗 我的嫂子竟然与哥哥的合作伙伴马诺有私情 就在前两个小时我收到二人在一起的相片 证据被我藏了起来 母亲一脸懵圈 因为她不敢相信 迈克突然拍着巴掌走来 我亲爱的妹妹 你依旧没有改掉你的臭毛病 你从来没有停止污蔑我的妻子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还有你说的证据在哪里你倒是拿出来啊 小姑子斩钉截铁地说 哥哥今天你一定会觉着我是对的 说着就拿来了之前的优盘 说实在的迈克心里也没底 可她还是打开了电脑 就当小姑子乐呵着羞辱丽莎时 迈克怒火滔天地盯着她 你说的证据还有相片在哪里 还有妈妈你也是糊涂了吗 就让你的女儿这样胡来 小姑子不可置信 幽盘里空空如也屁也没有 我都怀疑你与我没有血缘关系 为什么你这么恶毒呢 你的嫂子到底哪里得罪你了 像你这样的女人哪个男人会喜欢你 如果我是你的丈夫 早就去外面找别人了 臭毛病再不敢小心你老公不要你 不得不说迈克很毒舌 母亲也开始指责女儿惹是生非 而文件之所以被删除 都是小姑子丈夫欠马诺一个很大的人气 她的母亲患了严重的疾病 而家里的妻子因为瞧不起 不仅不提供金钱人都没来医院瞧一眼 她想让医生救救自己的母亲 可医生却说已经没救了 既然巧合下遇到在医院视察工作的马诺 冲着迈克的人情 她帮他找了最好的病房 并联系了医生将他母亲挽救回来 这样的恩情男人没有办法忘记 所以看到马诺的相片 她决定帮他偷出来 而留在妻子那里的只是个空壳 此时丽萨收到保姆传来的消息 计划彻底失败了相片不翼而非 她当时就炸毛了 阿豪却她放弃一切 与自己好好过就可以了 就算没钱他们可以普普通通 可丽萨一口拒绝 她说现在已经不是 切取迈克家产的事情了 而是她不能让丽萨那个冒牌 或赢了自己 她绝不能输给她 突然想起电脑里还有备份 她决定亲自带着她上门 可找了半天 自己电脑里的文件也消失了 相片没找到 却冒出来一个骚包 原来竟是马诺找人 黑进了她的电脑 电脑所有威胁 迈克与丽萨婚礼的东西 全被销毁 男人灵了还发了一个绯闻 着实气到了丽萨 看着发疯的女人 阿豪顿势头大不瘾 而此时的迈克 正在指责自己的母亲 没有管好妹妹 她真的好累也很烦 为什么她的家人 就见不得她过得好呢 她求他们二人不要再惹事了 看着颓废的儿子 母亲很心疼 却也答应会处理这些事情 此时小姑子正在胖揍自己的丈夫 因为保险规密码 只有她自己知道 肯定是丈夫为了帮助丽萨 偷看了她的密码 男人很是恼火 她觉着她要离开房子 去外面居住 妻子一直这个样子 她就一直不回家 担心丈夫离开的女人 承诺自己不会再找事 她会好好照顾他们的三口之家 而丽娅已经收到迈克传来的婚礼相片 一瞬间她觉着自己很幸福 她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嫁给迈克了 却不想丽萨突然在黑暗中出现 丽娅震惊地问她是如何进来的 可女人却说这是她生活了小半辈子的房间 她再熟悉不过了 而今天她不是来找事的 是来祝福她与迈克的 如今你已经得到一切我也要放弃了 我不会再纠缠你的 今天我是来告别的以后我们不会再见面的 我的爸爸妈妈得到他们想要的乖巧女儿 迈克娶到温柔贤淑的妻子 你们看起来那么般配 所以我没有脸再待下去 只希望你能善待他们 说着想要在走前抱一抱丽娅 却在背地里偷偷拿出了一剂药 不想丽娅早已看穿 疯狂地与她扭打在了一起 期间药剂被扔在地上摔碎 二人的打闹将父母惊醒 担心女儿的他们匆匆下楼 此时的丽娅正掐着丽娅的脖子即将窒息 关键时刻父母来敲门 她只能慌忙逃离 面对父母的担心丽娅并没有说出真相 而是谎称自己做了一个噩梦 才会呼喊自己以前的名字 直到此时她才意识到 如果她不说出真相 她就会一直被丽娅威胁 一直不敢面对迈克 她一定要在明天婚礼的重要环节 亲自揭穿自己的真实身份 而同样没有办法的丽娅 准备狗机跳墙 她要明天当着所有宾客的面 揭穿丽娅是个冒牌活 自己才是真正的丽娅 可阿豪却再次将她关进了房间 她深知丽娅的疯狂 如果让她去了婚礼会闹得鸡犬不宁 而女人难过了一晚上 差点就睡过了头 她又一次跳窗逃跑 并一口气冲进了婚礼上 而此时二人的婚礼正好进行到 签字遗事和宣示环节 丽娅就那么出现了 她阻断了婚礼 大婚之日 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公 抱着别的女人 更不可思议的是 老公竟然伸出手 仅仅抱着对方 一刻也不想放开的那种 她顿时以为自己瞎了 因为迈克一直都是那么完美 对自己那么忠诚 这个女人又是哪里冒出来的 还偏偏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出现 看着二人难舍难分 听着他们诉说相思 丽娅早已泪流满面 因为女人说她思念她的两个孩子 还想要看看一双儿女长大了美 这么说 这个女人就是迈克已经去世的前妻 丽娅哭得很伤心 可迈克的眼泪比丽娅还多 但她的伤心不是来自丽娅 而是她的前妻 她没有想到她还活着 前妻索拉是迈克一辈子无法割舍的人 她几乎占据了她的大半个人生 二人从大学开始恋爱 直到大学毕业迈克向索拉求婚 她的柔弱填满了迈克的心 女人同样被她的深情所打动 答应了她的求婚 直到婚后生下女儿 她又有了二胎 他们的爱情从未间断 反而比之前还要甜蜜 可这样的幸福没有持续多久 索拉出了严重的车祸去世了 她的身份信息也彻底被注销 她成为迈克去世的前妻 男人一直没有走出来 这也是多年未再娶的原因 索拉占有了男人的所有感情 从初恋到妻子 然后又是孩子妈妈 这是所有男人放不下的美好 如今看着前妻势而复得 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愫 她心疼这个女人 她一定受了很多苦 才来到自己身边 她就那么紧紧地抱着 她死活不撒手 丝毫没有注意到 站在背后的丽雅 丽雅当时就被气到呼吸困难 有那么一瞬间 她几乎要晕过去了 直到马诺的出现 才将她扶住 可马诺的惊呼 也终于拉回了迈克的神志 她这才意识到 丽雅一直都在听着 她想要跑过去看看她 却反被前妻给拽了回去 我才是你的妻子 我更是孩子的母亲 你不能去她的身边 无论丽雅如何求她 迈克的心和动作已经不一致了 手在拉着前妻 可头在看着丽雅 而此时婚礼上的人 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婆婆也是第一个走出来的人 当看见钱儿媳 她也被惊呆了 她不是早就死了吗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婚礼上 还不等她反应 丽雅的娘家父亲出现在身后 一眼就看见女婿手里 拉着另一个女人 而马诺正在斥责迈克的糊涂 看看清楚我旁边的 才是你的妻子 你不是说好今天要迎娶她吗 你倒是过来呀 你是不是站错了位置 可迈克依旧像个木头一样 处在那里一动不动 父亲再也看不下去 走过去一把 将快要倒地的女儿扶在怀里 警告迈克处理好自己的烂事 不要让她的女儿心寒 丽雅就那样被父亲给插了回去 迈克想要去追 却又一次被前妻给拽住了 求你不要走 她还有家人朋友 可我只有你了 没有你我会死的 求你了 迈克像是被蛊惑了一般 没有再去追丽雅 丽雅很绝望 她没有想到爱一个男人 会这么辛苦这么疼 无论父母如何安慰她 她都哭到停不下来 而此时的迈克 正在询问前妻这几年发生了什么 女人告诉她 当时她的家里出事了 因为迈克公务繁忙 她只能带着闺蜜一同前往 可路上由于交集分心出了严重的车祸 可死的并不是她 而是她的闺蜜 迈克又震惊又心疼 身后的马诺忍无可忍 她催促迈克进去找丽雅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却看见两个孩子来找妈妈 索拉以为他们在呼喊自己 他们竟然长这么大了 可二人眼里完全没有她这个妈妈 她想要抱抱他们都被拒绝 直接从另一个方向跑了过去 索拉焦急追了上去 迈克也想去找索拉 又一次被马诺阻止 她竟然开始发火 你为什么就这么关注我和丽雅 你操得什么心 因为我和你们二人都是好朋友 不想看着你们的感情 被突然冒出来的女人毁掉 就这么简单 你要明白今天是你与丽雅的婚礼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 你必须给一个交代 而不是一心扑在那个女人身上 可她的话犹如对牛弹琴 她眼里只看到前妻 坐在门外伤心的流眼泪 就在刚刚两个孩子直奔丽雅的房间 闭口一个妈妈 击碎了索拉的心 她的孩子竟然呼唤别人为妈妈 而丽雅母亲看着 毁了自己女儿婚礼的人 还想要带走两个孩子 当时就怒火滔天 直接一个巴掌关上了房门 门外的女人一直在推 丽雅母亲早已泪流满面 虽然同为母亲 可她更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今天的一切对于丽雅来说 都太残忍了 她恨这个突然死了又回来的前妻 她毁了自己女儿的梦 此时家里的小姑子 也被母亲的一通电话告知 哥哥已经死了的前妻 竟然又活着回来了 她当时就不淡定了 因为与丽雅相比 她更讨厌哥哥的前妻 具体什么原因我们后续在讲 而索拉的眼泪从未停止 麦克的心都要被击穿融化 紧紧一墙之隔 她却不知道怎么办 她更多只看见前妻的可怜 此时房内的丽雅又一次好心泛滥 她让两个孩子去见他们的亲生母亲 并告诉门外的女人 才是生下他们的妈妈 可孩子们说他们的妈妈就是丽雅 并不想出去 看着女儿的善良 母亲更难过 她懂事得让人心疼 可丽雅的善良 并没有取得任何人一句谢谢 麦克的前妻也是接受的理所当然 而秒变渣男的麦克 深情地望着前妻 决定做些什么 她推开丽雅的房门 她说她对不起她 他们的婚礼不能继续 她要先将前妻带回家处理一些事情 让丽雅等等自己 丽雅哭得更加绝望 她没有想到她会为了另一个女人来求自己 她静意识分不清麦克为谁而流泪 在女人的哭泣中 麦克走了 临走马诺一直在阻止她不要犯傻 你们是那么般配 可都抵不过前妻的催促 婆婆带着两个孩子 前妻就在一旁等待 好像丽雅才是那个多出来的人 一行人准备返回豪宅 却遇到一个老婆婆 与索拉直接就抱在了一起 原来她就是当年救下索拉的人 索拉让麦克感谢她 她说她已经将她当作了亲人 原来当年索拉车祸坠落崖底 被上山采药的老婆婆看见 经过多日的照料她活了下来 却因头部受伤严重失去了记忆 二人相依为命多年 直到某天 她给她带来午饭 却看见麦克的相片 她就那么找回丢失的记忆 如果不是老婆婆救我 我就不会见到你们了 麦克心疼极了 前妻竟然受了这么多苦 外面有多幸福 丽娅就有多难过 回忆涌上心头 难道麦克对自己的好 都是来源于她的前妻吗 是不是自己身上有索拉的影子 她才会喜欢自己 同样马诺也是很气愤 她没有想到麦克是这样的人 而此时的丽莎 争得阿豪的同意后 终于出现了 而上一集所讲 二人互换被揭露的事情 其实是丽莎被阿豪关进屋子后 所做的噩梦 现实中所有人依旧被蒙在鼓里 可丽娅想要告诉麦克一切却是真的 可因麦克前妻的出现被干扰了 如今她的位置又是这么尴尬 而离开的丽莎一路直奔小骨子 小骨子说有消息告诉她 可却也惊到了丽莎 麦克的前妻竟然又回来了 丽莎当时就不淡定了 丽娅毕竟认识 而且他们之间相互有秘密牵扯 可这个突然出现的女人 她一点都不了解 更不知道女人是敌是友 她远比丽娅更有威胁 虽然她早就不是麦克的妻子 而此时麦克带着索拉回家了 婆婆明显一脸不悦 她也不喜欢索拉 可女人看着房子内的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所以关于她的痕迹都被抹除得一干二净 她再也不能淡定了 其实很有可能索拉的出现 是被人蓄意安排 可这个人却不是丽莎 大家自行脑堵 谁才是不想让麦克结婚的人 还有就是丽莎到底会不会与索拉站在一起 彻底摧毁丽娅 又或者她会在索拉的面前 诋毁丽娅是个不称职的继母 进一步逼迫女人重新返回宅子 我们继续下一集 婚礼当天她被狠心抛弃在酒店 因为麦克已经死掉的前妻突然回来了 楼下刺眼的一幕 让丽娅很绝望 她决定不会再去关注他们一家四口 可两个孩子又一次跑到了楼上 他们不愿意追随麦克回家 想要与丽娅妈妈待在一起 索拉心里虽然不舒服 却也明白自己消失了整整五年 发生这样的事情有可原 麦克阻止孩子们继续胡闹 毕竟亲生母亲就在眼前 所以他们必须回家 你不是我的妈妈 我不要回去 索拉又一次流下眼泪 最后拗不过孩子 麦克建议索拉先与自己回家 可回到曾经住过的地方 早已误实人非 属于她的痕迹被抹除的一干二净 更残忍的是 当她哭着想要睡在二人曾经的卧室时 麦克开始犹豫她想要拒绝 因为这里已经有了属于丽娅的味道 这样做她会觉着对不起她 已经离开多年 你不在的这些年 我的心里已经有了另一个女人 所以我目前不能接受你 她让女人接受现实 就是丽娅 她开始头疼 她说她虽然恢复了记忆 却脑子里只有麦克和孩子的影子 对其他人一概不知 也就是说她还没有完全恢复 如今只要受到刺激 就会头疼不已 她求麦克不要这么伤害她 除了这栋房子 她不知道她还能去哪里 言下之意就是她必须要留下来 因为在她的记忆中 麦克就是她的丈夫 她更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麦克很是无语 她竟然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她很困惑 她让索拉先在卧室休息一晚上 可女人拽住了她 她让麦克陪着她入睡 可男人找理由躲开了 而躲在暗处的婆婆 一直都在看着索拉的表现 因为从白天索拉突然出现在婚礼上 又偶遇到了乡村大妈 她就心里开始犯嘀咕 难道真有这么巧的事情吗 死去五年的人竟然奇迹活了下来 还掐着点出现在婚礼上 她不是失意脑子不清楚了吗 那又从哪里得到婚礼酒店的位置 还有那个就她的大妈 竟然也能找到酒店门口 真的太奇怪了 儿子李不清一直稀里糊涂 她走进了卧室 她委婉地询问她这些年都发生了什么 她是如何找到婚礼酒店的 又哪里来的婚礼邀请函 来的时候是不是见过什么人 可索拉一直说她不记得了 她只记得她要找到麦克 找到孩子 至于怎么来的她也忘了 现在的记忆有一搭没一搭的 突然就记不起来了 而此时的麦克 由于一时想不到办法 惯性给马诺拨了过去 目前为止该如何解决这件事 而马诺给出的建议是这样的 你的妻子已经去世多年 随着她的死亡户籍已经注销 并且与你解除了婚姻关系 如今就算她活着回来 也只能算是你的前妻而已 你出于道义可以帮她一下 可你要知道你已经有了埃莉亚 她在你最难熬的时候陪着你走出来 你不能忘恩负义 可索拉是孩子的妈妈呀 我不能残忍地对她 她那么可怜 马诺很是无语 你好好想一下你对她是可怜还是爱情 如果依旧爱她 那就不要再去伤害莉亚 但是你埃莉亚 就应该将你的前妻赶出去 那才是正确的 她现在爱的是莉亚 于是她走进了房间 她说她会给索拉另找一处房子 她可以帮助她慢慢好起来 今晚就离开 索拉不敢相信又问了一遍为什么 得到的就是她已经不爱她的 留在这里也不方便 去外面住更合适 可前妻哭了 我明明记得你就是我的丈夫了 我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为什么要赶走我呢 这是属于我的房间 麦克依旧不说话 索拉哭得更厉害了 她绝望地背起包走出了房间 可看着索拉离开 麦克竟想到二人的过往 她后悔了 她慌张地跑了出去 及时给她喊停了 并将前妻心疼地抱在怀里 她觉着她很可怜需要被保护 她让她留下来住在这里 毕竟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可二人的相片给心机小骨子拍了下来 直接发给了丽亚 从麦克带着她回到卧室的路上 索拉想起多年前嫁给她的画面 同样的房子 同样的人 可心里已不再有她 可她还是自私地缠着男人 她觉着麦克会回心转意 只是时间的问题 可麦克本想着将索拉带回自己的房间 可却发现到处都是丽亚的影子 她甚至可以将前妻幻想为丽亚的样子 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恍惚中她被索拉拽回了现实 丽亚消失了 看到的却是前妻的一张脸 女人厚着脸让麦克留下陪她 他们已经很久不见了 男人直接拒绝她的想法 你是知道的 我的心里都是现任妻子丽亚 而不是你 让你留下来 只是我对你的愧疚 还有你是孩子们的妈妈 就这么简单 索拉不相信 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见到你们有多辛苦 我不想失去你们 麦克一时间焦头烂额 她不忍心伤害前妻 却又放不下丽亚 一直在徘徊不定 恍惚间 她又看见了丽亚的脸 她明白她的心里都是丽亚 丽亚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取代了前妻的位置 而此时的丽亚已经收到了二人抱在一起的相片 她的心里不再平静 她第一次对麦克产生了讨厌的感觉 看着相片她觉得她很恶心 她讨厌这种感觉 不知不觉泪水已经打湿了被单 孩子被惊醒 女儿安慰她不要难过 他们不会离开丽亚妈妈 丽亚很欣慰 只有孩子的世界才是单纯的 而就在两小时前 丽亚同样被丽萨羞辱 她装作护工的样子混进了娘家 言语一直攻击她 看吧 你还是被抛弃了 你是个连自己是谁都不敢说出来的脑肿 活该你被麦克抛弃 我要是你 现在立刻马上滚回乡下了 你是时候归还我的位置了 可丽亚说她不会离开的 因为她坚信麦克爱自己 她只是回家处理一些事情罢了 她会一直等着麦克来接她 我不会被你激怒忽悠的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可我就是偏偏不给你 二人一步步开始吵了起来 丽亚开始呼唤母亲 顺利将丽萨赶走 不想恶女丽萨依旧不死心 她又一次找到了保姆 并给了她一叠钞票 从今天开始交给你一个任务 你要在索拉面前诋毁丽亚 说她不在的这几年里 她的孩子天天被丽亚折磨 孩子们之所以不想离开丽亚 是因为被她威胁被她恐吓 原来丽萨是想要煽动索拉 开始夺回孩子 进一步逼走丽亚 而收到贿赂的保姆一大早 就开始煽风点火 其实有些话我真的很想告诉你 你要知道我在这里已经很多年 看着您回来我不得不说了 我心疼那两个孩子 他们似乎过得不太好 索拉不明白 因为孩子们很健康 看起来被丽亚照顾得很好 索拉夫人不是那样的 丽亚表面看起来善良 其实背地里坏得很 我几乎天天看着她折磨孩子们 有时候不给饭吃 有时还会罚战 总之很多很多 我一直敢怒不敢言 直到您回来我才敢说出来 本想继续胡走 却突然听到背后有人 她当即选择闭嘴 迈克询问二人谈了什么 可索拉并未多说 不得不承认索拉智商在线 不出意外的话 下一步丽亚手里的孩子也会被夺走 索拉会成功被丽萨煽动 前妻突然穿着现任妻子的衣服 还询问迈克好不好看 男人当时就惊呆了 因为这件裙子对她来说意义非凡 这是当初丽亚与迈克外出约会时所穿的裙子 她不明白前妻为什么这么做 可索拉给她的答案就是 她来的时候只带了一身衣服 已经脏得不能再穿了 所以看见柜子里正好有适合自己的 她就拿出来穿了 说着还自顾自欣赏起来 迈克生气的让她脱下来 说这件不适合她 索拉不明白 而迈克也后悔了 毕竟前妻是无意的 她不能这么伤害她 于是称裙子上面有污渍已经脏了 又重新在柜子里拿出丽亚的裙子 这是她没改名之前穿过的貌似也不喜欢 可索拉却很开心 因为她觉着迈克依旧在乎她 二人要外出的消息被保姆一通电话告知了丽莎 而丽莎早已与阿豪守株待兔 索拉在经过一番食道后来到了客厅 再次看见全家福 两个孩子都是她生的 可一起拍照的都是丽亚 鸡脚嘎拉都没有自己的一点痕迹 回想保姆的话 她更想要知道丽亚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孩子这么苛刻 这就是她一大早让迈克去带自己见孩子的原因 她想要将孩子给夺回来 因为那是她生的 她泪眼蹒跚地祈求迈克 男人见不得前妻的眼泪 硬了下来 可索拉突然看见在阳台打电话的婆婆 一股记忆涌上心头 她当年出事前 同样见过婆婆在偷偷打电话 她似乎发现了什么信息 焦急向迈克拨去电话 可还未说什么 突然出现一个男人抢走了她的电话 她一路追可还是跟丢了 索拉的头又开始疼了 因为她记不清当时要告诉迈克什么信息了 她只记得她出了很严重的车祸 看着询问的婆婆 索拉竟有些抵触 二人在孩子上学前 赶到了丽娅的家门口 丽娅一眼就看见了迈克 她自以为男人已经处理好一切 这是带她来回家的 可却看到索拉一起来了 自知理亏的迈克不知如何开口带走孩子 刚想开口说话 却不想直接吃了闭门羹 你抛弃了我的女儿还有脸上门 有多远滚多远 迈克一时无言以对 没有再继续敲门 而丽娅已经从另一个方向 带着孩子们去学校了 迈克只能带着索拉去学校寻找 殊不知恶毒丽莎一直在等着丽娅出现 直到看见她与两个孩子下车 她让阿豪开着摩底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去 想要撞伤孩子们 她要让索拉觉着两个孩子 在丽娅手里特别危险 她根本保护不了他们 不得不说迈克很及时 如果晚一点 丽娅就被撞飞了 丽娅担心孩子们 孩子们担心妈妈有没有受伤 索拉尴尬地站在那里 似乎丽娅并不像保姆说的那样不堪 在告别妈妈后 孩子们就去学校了 索拉一直想要亲近他们 可再次被拒绝 此时两个女人四目相对 丽娅一时间有些恨你 就是她破坏了自己的婚礼 可索拉哭着谢谢她救了自己的孩子们 却也哀求她可以还给她孩子 丽娅很是无奈 孩子们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事情得慢慢来 我会试图说服他们的 她让女人不要着急 而她在离开前 迈克又一次对她说 你再等等我 我会处理好一切去找你 这一次丽娅没有哭也没有感动 只剩下麻木不堪 坐车离开了 而此时的丽娅因为计划失败在埋怨阿豪 让你撞个人都瞅不准 二人因此闹得不可开交 迈克一回家 就听到母亲的指责 他建议将索拉送出去 他不该留在这里 迈克很无奈 他现在失忆了只记得我 除了这里他还能去哪里 母亲很是气愤 儿子次次顶撞自己 每次都是为了别的女人 她很伤心 她也是出于好心 索拉将一切都看在眼里 却默不作声 得知婆婆容不下索拉 丽莎很是焦急 慌忙让保姆做点什么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 保姆硬了下来 小姑子突然出现 同样对索拉言语攻击 可索拉并不记得眼前的人是谁 一时间愣在了那里 死地无垠三百两的小姑子只能离开 可一个不小心撞碎了花瓶 她喊来保姆打扫 索拉不知道怎么了 直接一脚踩在了碎玻璃上 本就疼到走不了路 心机保姆又推了她一把 导致整个人全部倒在玻璃渣上 索拉疼到哭都哭不出来 保姆却在暗自庆祝 故意呼唤救命 迈克交集赶来抱走了索拉 仿佛间女人似乎看见 那个曾经爱她的丈夫又回来了 此刻她很幸福 经过一番包扎后 医生建议卧床治疗 直到伤口愈合才可以下地 迈克无奈只能再次照顾索拉 而此时的丽娅与丽莎约见在餐厅 她不知道女人找她的用意 却也明白她来者不善 果不其然丽莎又开始攻击她 她想要击碎丽娅坚强的内心 然后失去地离开 这样自己就剩下索拉一个对手了 再加上她示意轻而易举 就可以处理她呀 不得不说丽娅每次都能被丽莎 气到流眼泪 可丽娅如今也不是软柿子 她同样开始羞辱丽莎不是傻好货 天天想着男人喝钱 可就是没有男人爱她 疯癫的丽莎拿起果汁 想要给丽娅交过去 可马诺出现了 我记得我警告过你吧 可你为什么不听呢 看看又被我抓住了吧 每当丽娅受到威胁 马诺都会莫名其妙地出现 好像她天生就是丽莎的克星一样 我记得已经警告过你不要再动她 可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 是不是这一次得送你去地下室彻底关起来 受到压迫的女人飞快开溜 却也发誓不会就此罢手 而马诺十分尊重丽娅 询问她是否可以同坐 得到答案后 她又呼喊来服务员给丽娅点了餐 他们像多年老友一般促悉长谈 丽娅可以毫不避讳地在马诺面前哭泣 因为这个男人明明知道她的所有秘密 可依旧对她这么好 这就是她有什么心里话都想告诉马诺的原因 她说曾经在农村虽然贫苦 可有爸爸妈妈的爱陪着她 虽然工资少得可怜 但她每天都很努力很开心 如今吃喝不愁 却要比之前活得更累 更痛苦 不仅是因为她代替别人活着 却是丽莎 她不知道迈克去了哪里 她不知道她目前处于怎样的位置 看着丽娅的情绪不稳定 马诺从心底里感到难过 却也没有对她说任何消极的话语 而是安慰她出了任何事情有她在 可眼下最重要的是 你要搞清楚迈克是否真的爱你 她作为一个男人不该在两个女人之间犹豫不决 我想你应该也很期待这个答案 不妨亲自去询问迈克对你的爱 回想丽莎同样的话语 丽娅明白自己该如何做 她想要去找迈克 可迈克不接电话 马诺打也不行 丝毫没有忌气给丽娅回个电话 二人无奈只能先离开餐厅 马诺再次说话了 不管你与迈克的结果如何 都不要丢了自己的尊严 我会是你坚强的后盾 虽然有男人的安慰 可回家的丽娅还是破防了 不受控制的在母亲面前流了眼泪 因为她今天在餐厅等了迈克很久 她都没有出现 可她又不敢告诉母亲让她伤心 母亲很焦急 只能出门询问马诺 男人如实相告 说丽娅因为感情问题状态不是很好 而且最近迈克那边出了问题 好像也没有及时处理 母亲明白了一切 为了孩子她敲响了迈克的家门 开门的是婆婆 二人一见面就想要互掐 母亲因为丽娅喜欢迈克 一直对她的婆婆一忍在忍 如今也无须再忍 让你那没有主意的耸祸儿子站出来 好好处理这些破烂事情 如果她依旧爱着她的前妻 那就彻底解除与我女儿的婚事 让她彻底死心 婆婆说她的儿子不在家 已经一天没回来了 还出言驱赶丽娅母亲 与其态度很不好 丽娅母亲是个暴脾气 直接冲进屋子寻找迈克 却遇到了多世小姑子 她让她不要大喊大叫 怎么爱着你什么事了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对我女儿的所作所为 你也不是啥好货 家里就没一个正常的 都是披着羊皮的狼 我女儿不好过 你们也别想着安妮 婆婆一时间干不过亲家 只能讲出迈克送索拉去医院了 可丽娅母亲就是不愿意罢休 她说她的女儿因为迈克有个三长两短 她就让迈克付出代价 而此时的丽娅看着两个孩子 再次流起了眼泪 他们说想爸爸了 她明白这样脱下去不是个办法 本想下楼清静一会儿 却看见母亲一脸惆怅 还一个人喝起了酒 女儿你究竟看上了什么样的男人 她为什么还不给答复呢 都这么晚了 她依旧在医院陪着她的前妻 她从来没想过你的感受 可面对母亲的担忧 丽娅却另有想法 原来她误会了迈克 她只是去医院照顾她受伤的前妻了 或许她必须去医院找一趟迈克 她该去看望一下索拉 而看到丽娅突然出现 迈克有些吃惊 她让丽娅不要误会自己 女人也懂事地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迈克应该告诉她 她会和她一起照顾前妻 二人说着便一起离开了病房 因为索拉正在沉睡 丽娅抓住机会询问迈克 是不是心里还有她的前妻 男人愣在了那里 一直没有给出答案 丽娅不死心 她又问她 那你到底爱不爱我呢 男人同样犹豫不决给不了答案 突然屋内的索拉开始尖叫 顺利打断了二人的谈话 可当迈克前去查看时 她又睡了过去 迈克又一次口头给丽娅沉默 她说她爱她一直都爱 可眼下她却不能抛弃前妻 因为她失意需要人照顾 如今又受了重伤 她希望丽娅可以理解她 你确定你只是因为可怜而帮助她吗 我希望你说实话 我不想被欺骗 迈克又一次沉默 而关键时刻 病房内的索拉又一次尖叫 似乎是做了很可怕的噩梦 她说她似乎梦到她当年出车祸之前的事情了 可就是想不起来要告诉迈克什么信息 唯独记得自己依旧爱着迈克 她是自己的丈夫 并顺势倒在了迈克的怀里 窗外的丽娅早已泪流满面 她明明知道答案 可她还是不相信 直到事事摆在眼前她才离开 她舍不得她的前妻 而刚刚索拉的确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 是发生在她出车祸前的事情 她无意看见了婆婆与一个陌生男人私下交谈 话里话外都是迈克亲生父亲的死不是心脏病 而是被二人谋杀 更可怕的事情是 二人为了得到迈克的家产 下一步就是杀掉迈克 因为婆婆根本就不是迈克的亲生母亲 而是后妈 事发当天她就是要给迈克打电话的 可却被那个男人阻碍 后来她就发生了车祸 可索拉在噩梦中惊醒后 依旧觉着她是一个梦而已 因为她只要一醒来 就忘了要告诉迈克的重要事情 她希望迈克不要离开她 而迈克看着丽娅离开 急匆匆追了出去 她求她不要走 因为她的心里一直有她 可她更希望丽娅可以理解自己的难处 丽娅又一次掉进温柔的陷阱 她明明知道迈克优柔寡断 可她还是陷了进去 二人的深情都被丽莎看在眼里 旁边还有小姑子婆婆 三人此时站在了一条线上 可想而知他们有可怕的阴谋 而迈克丝毫不知与她生活多年的母亲 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车里被放了特殊炸弹 只要熄火或者停下来就会爆炸 而丽娅遇到危险 马诺是第一个冲在前面的人 她甚至不顾自己的安危 骑着摩迪一路飞驰 丽娅本是送孩子去上学的 可与孩子们分开后 她竟然接到一个陌生来电 她竟是丽莎 我在你的车里安装了一颗小小的炸弹 这将是我送你的最后一个见面里 我想我们不会再见了 记住你的车子不能停下来哦 一旦停止就会带你起飞 丽娅在震惊中开始害怕 因为这不是女人第一次害她了 她一时间六神无主 只能交集给迈克伯去电话 可男人正在陪着前妻 听见丽娅遇到危险 她刚开始是不相信的 直到听见对面电话传来呼救 她这才意识到是真的 她让丽娅不要慌 她随后会开车追去解救她 可扭头还不忘告知前妻 她有事要离开一会儿 并在随后拨通马诺的电话 让她一起去帮一把 马诺交集呼唤好友 帮她调取学校附近的红色车辆 二话不说交集赶了过去 而丧心病狂的丽莎为了洗脱嫌疑 竟然抢在第一时间到了迈克的家里 找到婆婆小姑子嘘寒问问 婆婆你为什么要让丽娅带走您的孙子 毕竟索拉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与那个女人没有任何关系 她会不会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虐待孩子 婆婆说她本来就不喜欢前儿戏索拉 她走了也好 可孙子她要夺回来 可眼下她实在想不到什么好办法 不出意外丽莎又要坐腰了 而此时丽娅所乘坐的车辆依旧在路上飞驰 迈克让丽娅将手机给司机 她想要知道他们的具体位置 不想司机也是个刮怂 听到有炸弹直接就跳车了 独自将丽娅一人抛下 丽娅在迈克的催促下 只能尝试坐进驾驶座 可她对如何开车并不熟悉 在男人的指导下勉强开着 一路上也是七扭八歪横冲直撞的 马诺也是恨不得飞过去救她 她真的不想她出事 她不顾自己的安危 骑着摩迪试图靠近车辆 她想要跳进丽娅的车里然后代替她 她成功了 进入车内的男人依旧没有停止 她让丽娅坐到后面 等着迈克来接她 她会替她留在车里 看到迈克的车已经与她并肩前行 马诺表明自己的想法 他们相互降低速度 然后丽娅抓住机会跳上迈克的车 直到看见丽娅平安 马诺长舒了一口气 倒在温柔向的丽娅过了好一会儿 才想起马诺 而马诺一脸苦笑 他还没有照顾好丽娅 他才不会死呢 心意横准备挑战一下 好人有好报 他成功落地 可随着车辆停止 他竟然没有发生爆炸 稳稳地停在了那里 到底是什么情况了 迈克一脸猛逼 而马诺不放心 他壮着胆子靠近车子 检查了好一会儿 都没有发现问题 而此时迈克的家里出现了警察 因为刚刚马诺已经报警了 丽娅作为嫌疑人必须带走调查 她矢口否认她什么也没有做 还让婆婆小姑子给她正宁 她可是一直与他们在一起呢 可警察不听 直接强行将她带到事发现场 刚刚有人报警称 这位女士在车里安装了炸弹 我们是来求证的 可经过一番检测 结果是与马诺那里相同的 警察很是无语 要知道报警是在浪费社会资源 是要罚款处理的 还有污蔑他人 丽娅也在此时开始倒打一耙 我什么也没有做 为什么要冤枉我 丽娅说她手机里有通话证据 可警察指出 你的手机里只有一个陌生来电 并不能说明就是丽娅女士所为 紧接着丽娅也开始哭诉 我知道你最近心里不平衡 因为迈克的前妻回家了 可你不能因为迈克疏忽了你 你为了博得迈克的关注和同情 就这样污蔑伤害我吧 我承认我的确喜欢过迈克 可他拒绝我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纠缠他 可你为什么不放过我 你的心好歹毒啊 难道就是因为我昨天 指出你虐待孩子的事实吗 那我以后不会再这样做的 请你停止对我的无端伤害 因为没有证据 丽娅一时间无言以对 她害怕地祈求迈克相信她 的的确确是丽萨给她打了电话 可显然男人不愿意接受 这个比谎言更像谎言的故事 她很生气地坐车离开了 甚至将丽娅又一次抛弃 毫无他法的女人将目标指向了马诺 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 意料之外的是马诺说她相信丽娅 至始至终她都没有怀疑过她 她深知丽萨的恶毒 可丽娅抱怨为什么偏偏迈克不信任她 她突然记起自己已经错过了接孩子的时间 马诺只能放弃工作 陪着她一同前往 而两个孩子已经被婆婆接到手里了 她想让孩子们与她一起回家 可看到丽娅妈妈 他们依旧扑了上去 而傻女人也是入戏太深 她将他们当作了自己的孩子 婆婆一脸恶毒地看着她 接个孩子你都能晚点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寻找下家吗 还有你以后禁止接触我的孩子们 他们和你没有任何学员关系 丽娅不赞同 孩子与她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 她不能与他们分开 而且我现在依旧是麦克名义上的夫妻 虽然我们没有成功结婚 婆婆怒不可遏 从你昨晚当着我儿子的面多管闲事 我就对你更加反感 你竟然让我的钱儿媳去你的娘家和孩子培养感情 你凭什么这么做 你又操的什么心 谁给你的权利 从今天开始我会取消你与麦克的婚礼 你不再是我的待病儿媳 小姑子更是从学校带来一份证件 那就是禁止丽娅继续接送孩子上下学 因为权利人只有麦克婆婆小姑子 丽娅啥也不是 两个孩子一直嚷嚷 可婆婆说再不听话 回家就将他们关进小黑屋 丽娅不想孩子被连累 只能暂时妥协 婆婆趾高气昂地让她抓紧滚 毕竟他们与她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 小姑子更是开口骂她不要脸 可丽娅依旧不死心 她让他们好好对待两个孩子 不得不说有些闲吃萝卜蛋操心了 她都自顾不暇了 而马诺一直在等着她 直到丽娅出现开始抱怨孩子们被抢走的事情 马诺实在不想忍耐了 恕我直言可能我的话不好听 但也请你耐心听我讲 你要知道那两个孩子本来就不是你的 他们被家人带回去理所当然 如今你与麦克又是这般 你难道不觉着你该抽身离开了吗 离开这里你反而会解脱 求你回到现实中的真实世界吧 你不该继续稀里糊涂地度过 可丽娅是倔强的 她说她已经离不开两个孩子了 孩子的奶奶甚至是父亲姑姑 都不知道他们爱吃什么喜欢什么 一直以来都是她在照顾他们 孩子离开自己状态会不好的 看着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丽娅 马诺有些语色 或许这就是自己喜欢她的原因吧 善良地傻过了头 倔强到拽不回来 可她就是喜欢她 而此时的丽莎却歹毒地看着二人 看来马诺爱上了这个穷酸的山野丫头了 她竟然为了她那么拼命 她凭什么可以得到马诺的爱 一路上马诺一直盯着丽娅看个不停 就这么简单地看着她 她都能乐开花 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丽娅的心里一直在想着迈克 男人将她抛下后 她依旧想要给她打电话解释 她没有骗她 可迈克一直都没有接 殊不知不是她忙 而是她故意挂掉了 她觉着丽娅很烦很烦 烦倒不想听她说话 索拉很是吃惊 因为从自己出现的第一天 她亲眼看见二人有多恩爱 可今天这是怎么了 电话都不接了 得到的结果就是 迈克觉着丽娅欺骗了她 一直在没事找事 并且很有可能还在虐待自己的孩子们 索拉不敢相信 她觉着迈克肯定误会了丽娅 如果爱你这么说她是个骗子 她自导自演了一场爆炸事件 可上次救孩子的事情 难道也是提前做好准备 只为了骗我们吗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她隐约觉着丽娅是个好人 她对孩子的爱不像是假的 她建议迈克好好想想 而屡次被拒绝的丽娅只知道哭泣 马诺问她接下来是不是要回娘家 丽娅说她不想回去 她不想让二老为自己的事情伤心 可天大地大 她也不知道能去哪里 马诺说她来帮她想办法 她将丽娅带到她最想去的地方 男人说在这里或许丽娅可以开心放松 或许马诺才是最懂丽娅的男人 在她被迈克不信任又一次被抛弃的时候 是这个男人不离不弃地守护她 为了驳她一笑 她不惜放下身段现场拉起小提琴 随着琴声的悠扬环绕 丽娅被带了进去 也在不知不觉中流下眼泪 或许是因为思念的原因 恍惚间竟然将马诺当作了迈克 还感觉到迈克俯伤她的脸 不得不说这个女人没救了 而马诺一眼就看穿丽娅的内心 她依旧放不下迈克 可男人没有戳破 反而责备自己没有选对合适的曲目 勾起丽娅的伤心是 丽娅说她放不下迈克 她一定要再次找到迈克解释给她听 她真的没有欺骗任何人 马诺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世间有这么好的女人迈克不知道珍惜 就这么屡次伤害她 她会让她后悔的 而此时的迈克将前妻索拉带回了家里 可一进门就遭到母亲的反对 这个女人她不该住在这座房子里 她不配必须离开这里 说着就要强行将索拉给拽出去 可就是她那轻轻一扯 索拉乘风的记忆再次浮现 好像有人曾经也这么拽过她 还不让她离开 可她记不清那个人的脸 迈克及时阻止母亲继续做妖 可索拉却询问自己出车祸当天 活泼在哪里又在做什么 三言两语着实吓到了婆婆 难道她记起了所有的事情吗 她担心之于扭转话题 儿子你不该将你的前妻带回家 虽然你与丽娅没有了关系 可你的前妻也不能继续待在这个家 突然丽莎出现在迈克的家里 一见面就一把鼻涕一把泪 呼喊迈克为哥哥 解释自己真的没有在丽娅的车里面放炸弹 都是丽娅自导自演的 而今天她只是来探望索拉的 迈克看着不请自来的丽莎 心里顿时厌恶不已 至今为止她依旧记得女人给她喂药的事情 二话不说就要赶走她 她不喜欢这个女人 恶心到想吐 如果她不走她就以骚扰报警抓她 婆婆看不下去出言阻止 可迈克依旧觉着女人突然出现居心不良 依旧驱赶她离开 看着烦躁的一切 她很是头疼 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糟糕 她的生活都被搅得天翻地覆 殊不知都是她的优柔寡断所埋下的货根 还未亲近一会儿 前妻索拉走了进去 既然婆婆不想我住在这里 那我离开就是了 迈克也很心烦 她说她会送她去酒店 站在外面的婆婆听不下去了 虽然她不允许索拉住在家里 可她更无法忍受女人离开自己的视线 她需要时刻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以防有一天她记起所有事情 她可以及时让她消失 索拉不能去外面酒店住 如果让外人知道会嘲笑我们的 我会给她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而此时的丽娅终于被马诺送回了娘家 母亲一进门就担心地询问女儿去了哪里 丽莎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哭着说自己遇到了危险 有人在她的车里放了炸弹 可报警却什么也没找到 而迈克也不信任她 觉着是自己策划了一场谎言 母亲愤愤不平 她要替女儿讨回一个公道 丽莎担心不已 只能要求母亲不要那样做 母亲只能硬了下来 直到晚上 她依旧在尝试给迈克打电话 都被一一拒绝 而这个左右摇摆不定的男人 竟然看着丽莎的相片难过不已 她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丽莎 还有她眼前的这些烂摊子又该如何处理 他们还能不能在一起 这边的丽莎哭成一个泪人 她不明白迈克为什么不相信她 此时好巧不巧 丽莎又来催命 她像一个阴魂不散的恶魔一样缠着丽莎 每次她都能轻易出现在娘家 今天好不好过呢 我猜你很难过 看到迈克开始变得不信任 我就开心到起飞 你知道吗 孩子的离开和迈克的不信任 都是我做的 如今都没有人要你了 你为什么就是不离开呢 丽莎恼怒的说她不会离开迈克 到死也不会的 可丽莎却趾高气昂的离开了 像一个可怕的幽灵 而索拉已经到了丽莎的住处 丽莎开始演戏让索拉放心住在这里 她不会驱赶她的 他们可以成为很好的闺蜜 可索拉并没有接受她的好言好语 你就不要装闷了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吗 还有你在房间的周围 安那么多监控做什么 是来监视我的吗 还是有其他目的 你是当我瞎吗 丽莎也一时懵在那里 因为她也不知道监控的事情 而阿豪也不应该呀 她只能称自己也不知情 可能是前房主留下的东西 就在他们相互怀疑的时候 丝毫不支持他们的婆婆在背后作祟 而小姑子在屡次插手别人的事情时 马上也会被自己的丈夫报复 男人对于复仇已经准备了很久 这里我们后续再讲 而宅子离开了丽莎 也不再安宁 两个孩子天天折磨保姆 不允许任何人动他们的书包 学校也不想去了 让爸爸去将妈妈找回家 还说迈克是个坏爸爸 一直欺负妈妈 迈克顿时头大 只能生气地驱赶他们去上学 而丽莎一大早收到了满屋的鲜花 她顿时开心不已 因为她觉得是迈克送给自己的 可母亲却说一大早马诺来过家里 丽莎很是吃惊 不想接受这些东西 可母亲的想法却改变了 看看这个男人对你多好 她的爱属于默默无闻的那种 女儿你如今已与迈克解除婚约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接受他人 不要因为错过而后悔 父亲也让女儿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人生 催促她看看卡片里的内容 内容就是让丽莎去马诺的郊区 在那里有一份惊喜等着她 不来她会后悔的 于是在父母的支持下 她迈出了那一步 她去了马诺的住处 可让她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 男人竟然将丽莎乡下的马儿接了过来 那是丽莎十几年的老伙计了 从见到马儿的那一刻 女人好像彻底清醒了 不得不说这个男人早就该打了 他竟然带着警察上门搜查丽莎的娘家 污蔑丽莎绑架了她的孩子 就在刚刚到了放学时间 迈克带着前妻来接孩子 却被老师告知早就离开了 门口的保安也证明了这一点 二人顿时焦急不已 着急忙慌地赶回家 可依旧没有见到两个孩子 索拉询问是不是婆婆将孩子提前接走了 可婆婆表示她压根没去学校 那她的孩子究竟去了哪里 这个时候婆婆开始作妖了 要知道孩子和丽莎最亲近 有没有可能丽莎为了逼迫迈克与她在一起 提前接走孩子去了娘家 我们必须去一趟 迈克丢了孩子也是很焦急 也开始怀疑丽莎是不是又变坏了 毕竟曾经的她做了太多坏事 就那么接受了母亲的建议 临走时母亲还不忘拨打报警电话 她担心去了丽莎娘家 那个母夜叉亲家不让他们进门 自始至终迈克一直默许母亲的所作所为 为了找到孩子她会不惜一切代价 当看到警察上门 丽莎妈惊呆了 她以为自己的女儿出了什么事情 可迎来的却是迈克和她的母亲 他们竟污蔑自己的女儿绑走他们的孩子 还要进入她的家里搜查 理由就是丽莎女士与迈克因为感情纠纷 畜谋绑走了她的儿女 丽莎极力解释自己的女儿清清白白 他们更没有权利进入自己的宅子搜查 可警察却拿着一份搜查令递给她 因为迈克先生已经提供某些可以搜查的证据 丽莎依旧想要阻止 可婆婆威胁着说道 警察只是在秉公处理 你要试图阻碍连你一块送进去 就这样她眼睁睁看着别人闯进她的家里肆意妄为 可直到半个小时过去 依旧没有找到孩子 警察只能收手 丽妈看着这个被女儿爱惨的男人 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给了她一个大逼动 说实话她早就想这么做了 今天终于找到了理由 你个憋孙 先是让我的女儿在婚礼上出丑将她抛弃 如今自己的孩子丢了又来污蔑她的女儿 谁给你的脸呢 我女儿真的是瞎眼了 现在立刻马上给我道歉 然后带着你的狗滚出我的家门 今天不道歉休想离开 此时的婆婆恼羞成怒 虽然家里没有找到 可丽莎不仅外出电话也打不通 指不定他们母女是同伙 丽莎很有可能将孩子藏在了外面 让她的母亲在这里吊着我们 丽妈快要被他们逼疯了 嘶吼着让他们滚出去 她的女儿不能让人这么羞 迈克又一次询问警察真的没有找到吗 不得不说真的很诈 警察建议离开别人的房子 不想立大突然回家 听着迈克欺负妻子和女儿 他重新将她推进了门 既然来了就给我处理好这件事 别急着跑 我的女儿哪里得罪你了 你的孩子丢了与我的孩子有什么关系 迈克依旧厚着脸说 两个孩子与丽娅走得最近 她现在同样不在家 不是她带走还有谁 我只想见到我的孩子 丽爸忍无可忍 我的女儿没有与你的孩子在一起 她正在马诺的郊区 本来我不想说的 是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珍惜丽娅 迈克疑惑丽娅为什么会去找马诺 他们已经熟悉到绕过自己私下交往了吗 看着处在那里不走的坏主 丽爸开始驱赶他们抓紧管 而此时的丽娅丝毫不知娘家为了保护她 已经乱作一团 刚刚溜完自己乡下的马儿 因为马诺的原因 她暂时忘记痛苦的感情 可马诺却接到了迈克的电话 迈克询问丽娅有没有与她在一起 并说自己的孩子找不到 询问她有没有看见 马诺很是无语 她敢在丽娅之前挂断了电话 因为她担心警察会带走丽娅 毕竟孩子还没有找到 她将是第一嫌疑人 可还是被女人察觉了 她被逼无奈只能说出两个孩子消失的事情 却也阻止丽娅返回娘家 更不要去找迈克 只要她出现肯定会蹲橘子 可这个脑残女人却发了疯一样要去找孩子们 她说她担心他们 随即不顾马诺的阻止 娘家都没来的机会 就冲到迈克的家里 一直拍门呼喊迈克开门 想要询问具体情况 此时好巧不巧迈克众人反了回来 警察一见面就指控丽娅蓄谋绑架 将她作为嫌疑人戴上了手铐 她一直呼喊迈克 她说她没有那么做 可她高估了她的地位 迈克自始至终都没有阻止的意思 直到被带走 她都不可置信地盯着她 而马诺紧敢慢感 却还是晚了一步 丽娅还是被带走了 她只能先将担心的二老送到警局找丽娅 自己则赶到迈克的家里 可却被恶毒小姑子阻碍 而屋内的索拉一直想要替丽娅作证 她觉着丽娅不是坏人 可一直被婆婆阻碍 婆婆一直在拽着自己 这熟悉的力度让她头疼不已 她又一次想起那个拽她的人 婆婆怕了 立马放开了手 让自己的儿子将她送回房间 直到过去好一会儿 马诺才见到迈克 你难道不知道丽娅对孩子们多好吗 她的付出远远超出你这个亲生父亲 你为什么要污蔑无辜的丽娅 我可以证明 因为她当时与她在一起骑马 可还未说上两句 小姑子拍手叫好 她说马诺可以去演戏了 你本来就是丽娅的男人 你肯定帮她呀 我们又不傻 马诺很是无语 迈克更是开口让她不要插手自己的家事 还说他们的合作关系的友谊到此结束 她说她不能与一个居心不良的人做朋友 马诺很伤心很难过 她解释自己与丽娅没有任何关系 她只是担心的想要帮她 要知道她能来这里仅仅是出于道义和担心丽娅 更觉着自己是迈克的好友 希望她能听自己一劝 可不想却被啪啪打脸 她对迈克失望透顶了 她发誓她会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心爱的女人 因为迈克已经不值得丽娅继续付出 更不需要她这个朋友了 她发誓她会很快失去丽娅 迈克依旧不知所谓的驱赶马诺 马诺微微嘲笑她傻不拉击自弃欺人 活该有这样糟糕的生活 二人的关系也彻底破裂 属于情敌见面分外眼红的那种 可迈克却属于心胸狭隘之人 在上车之际 马诺命令手下解除与迈克所有合作 并召集德丽手下开始逮捕丽莎阿豪 孩子的消失绝对是这个妖女做的 不久后阿豪得到消息 马诺正在大范围搜寻她 小伙伴建议她抓紧跑路 毕竟那个家伙不好惹 可他们还是慢了一步 马诺的人已经到了 经过一番打斗 马诺又一次放跑了阿豪 因为摩迪已经被定位了 他想他很快就要与丽莎见面了 果不其然阿豪一直晃悠到了晚上 可这一次他学会了没有回家 而是提前联系丽娅 让她到指定的位置见面 可就在二人约好准备跑路时 马诺带着一帮手下出现了 由于担心牢狱之中的丽娅和她的父母 马诺并没有一直盯着阿豪 导致男人从另一边逃跑 而他焦急带着自己的私人律师出现在警局 此时的丽娅依旧在流眼泪 满脑子都是麦克 为什么他会这么对她 丽娅也是自私的 因为她的私人感情 让上了年纪的父母守在这里 他们一直请求可以见一面丽娅 这都不被允许 直到马诺带着律师出现 情况终于缓解了 我的当事人有权起诉你们滥用知权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私自扣押 并且马诺先生可以证明丽娅女士的清白 事发当天丽娅一直在马诺先生的郊区 并没有外出 这是我名片 有事可以通过我才能联系我的当事人 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 请求带走丽娅女士 女警来通知丽娅可以离开了 她有些不敢相信 直到出去她才看见父母依旧在等着自己 她十分愧疚 母亲也心疼极了 却也告诉她之所以能出来 是马诺给请了最好的律师 你必须要好好感谢她 可丽娅在感谢之余 依旧在询问孩子找到了没有 丝毫没有注意到马诺的疲惫 男人让她早点回家休息 有什么第二天在谈 而此时麦克正在抚摸着孩子的相片黯然伤神 孩子就这么离奇失踪了 婆婆小姑子不嫌事大 听警局的人说丽娅被保释了 担保人就是你的好朋友马诺 丽娅与马诺肯定有奸情 孩子消失必定与丽娅脱不了干系 我们必须惩罚她 不得不说婆婆才是剧中最恶毒的人 孩子都丢了一整天了 她却继续在作妖 小姑子像急了她的老母亲 一直巴巴个没完没了 索拉由于担心孩子没有离开 得到的结果依旧是没有结果 可她却让麦克保持清醒 她隐约觉着不是丽娅做的 可婆婆又一次拽上了她的胳膊 阻止她继续说话 可索拉的记忆越来越清晰 她紧紧盯着婆婆 婆婆浑身汗毛竖起 可索拉却画风一转 催促迈克继续去找孩子 而不是在这里听没有依据的话 而在迈克离开后 索拉全身裹纱开始祈祷自己的孩子 可以安全回家 此情此景 像急了当初的丽娅 也可以说是丽娅像急了索拉 二人很多行为几乎是一样的 喜欢流眼泪 遇到事情爱求上天保佑 到底谁才是谁的影子呢 而此时的丽娅已经被马诺五花大绑 可这女人依旧不安分 看到马诺出现又是满嘴跑火车 没事 你就喊吧 继续叫吧 我听说你最近挺狂啊 还是那么喜欢玩小动作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 你不是喜欢玩游戏吗 看看这个熟不熟悉 说着将定时炸弹放在了丽娅的腿上 不仅是为了给丽娅复仇 更是为了逼迫女人说出孩子的位置 丽娅觉着男人在炸自己 她反而吐了马诺一口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你让我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丽娅有今天也有你的功劳 你爱上了迈克玩剩下的女人 你以为你是个好东西吗 为了分开迈克与丽娅 你不惜将她的前妻找回来 男人很是恼怒 并没有承认一切 也丝毫没有被女人干扰心智 她依旧逼迫她说出孩子在哪里 如果继续犯件 她只能倒计时了 于是在女人惊恐的眼神中 她命令手下马上撤离库房 数了三个数字后 她摁下了倒计时 如果不是为了找到两个孩子 给丽娅证明清白 她会选择直接炸死她 就在马诺拼命守护她时 丽娅依旧准备拿起电话打给迈克 她也怀疑是丽莎做的 她想要将这个想法告诉迈克 当即遭到母亲的反对 还没收了她的手机 她已经这么对你了 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纠缠 继续管别人的家事 你有没有觉着 你在那个男人的眼里什么也不是 如果他心里真的有你 他会相信你的每一句话 丽娅依旧是傻不拉击 她担心两个孩子饿了眉 有没有受伤 他们是无辜的 母亲气得要命 女儿你是魔障了吗 为什么就不听劝了 说着拿走了丽娅的手机 并将她反锁了起来 可这个女人依旧在满地徘徊想办法 而同样索拉也在流眼泪 两个孩子都是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她的心都要被撕裂了 就在她伤心时 突然听见两个孩子在呼唤她 一直喊着妈妈 究竟是谁绑走了孩子